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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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JAMI 討解今日會帶哪位嘉賓上來 在《自然療法》中 最重視的是脊骨 脊骨不只說脊椎 而是包括頭顱骨 今天我很榮幸邀請到一位資深的C文浩徒手奴脊治療醫師 來跟我們講解他的心得 先介紹一下我身邊這位Dr.C 我們通常都喜歡叫他Dr.C 他自己原先在理工大學讀物理治療 然後在港大讀臨床針灸 然後再讀治療法 所以他這套徒手奴脊治療的手法 是他綜合了三件事的心得 所以大家家庭觀眾記得留心點聽 我們時間交給Dr.C 不過大家都不太明白 什麽叫奴脊治療 實質是醫哪裏和醫什麼 我們首先知道幾個重要資訊 第一就是奴骨其實就是 骷顱頭的奴 我們所謂頭奴骨 脊就是脊骨 腦脊的意思其實我們有一件事要留意 就是所謂這些腦筍 我們小時候說腦筍未生 其實我們知道現在的醫學知道 原來我們的腦筍骨 到我們日土為安其實都未生過 原來這些腦筍骨 這些腦縫的活動 原來可以開合活動 我們面頭蓋著的就是一些叫根膜 根膜其實覆蓋了全身體 包括頭顱骨 腦裏面的腦膜 包括我們脊椎神經筋的脊膜 我們撞腐肌肉 我們全身98%的組織 撞腐其實都是被這些筋膜 一覆過覆蓋著的 而這些筋膜 將會和這些腦筍骨的活動 是有一個叫做synchronize 協調 同步的一個模式的活動 其實我們就是感應這些筋膜的活動 幫它調適順暢度 從而改善身體健康 我們有個經常說的答案就是 我們不是針對特別的一種病 我們甚麼病都醫不到 但我們對任何關於健康身體的問題 都有幫助 在你的經驗當中 做這類腦脊治療 最快看到效果會是 有甚麼感覺 或做完之後會幫到甚麼呢 剛才我說的 因為我們不是針對個別身體的問題 我們一般都是偏向處理一些叫慢性 或者叫亞健康的問題 我們純粹看治療的過程 就不是看治療的健康的目的 是看治療時間的反應 因為我們都有一些針灸的理論原則 放了下去 我們做針灸其實就是透過一支針 在我們穴位上做一些的調針 產生一個叫得氣的反應 能夠得到氣 那個穴位的功能就可以改善 就暢通了 沒錯 我們其實在做這個治療過程 剛才我們講一下 都是在感應筋膜的活動 我們集中看著 就是看它的一個釋放的反應 我們有一個學術的名稱叫做 治癒本能的一個釋放反應 那兩種釋放反應 比較臨床上 比較特別見效的 第一個叫蜜浪圖 即是我們碰著它的一些身體的部分 它慢慢產生一個脈搏跳動的反應 那這個是一個良性 我們講就是血液長邁的反應 第二個我們叫做一個聚夢的反應 英文我們叫做holistic relaxation 它這個人的狀態 就好像是半夢半醒 我們叫做聚夢 有些少少像催眠的狀態 在這個過程 它自己就會有一個醒悟 有一個得著 關於他身體健康的問題 我想我用另一個例子 去少少介紹一下 那個作用的所謂的 這個討論 這個覺悟是什麼 一個四十幾歲的軍醫 那時候聽完教練 就來到我們 要求我們做些示範給他看 因為他是軍醫 我們沒有特別的問症 純粹示範一下 所謂療程的作用 他就跟另外兩個同事一起來 我們就躺在他上床上 做治療 15分鐘左右 他就已經進入了這個聚夢的狀態 然後我們就繼續完成 我們的療程 大概四十五分鐘 然後我們就走開 他還是合著對眼 睡著覺 有一點喜歡打鼻寒的呼吸狀態 我們就跟他兩位同事 就站在旁邊繼續等他 我想我們等了半個小時 他就張開眼睛 我們就說 很累啊 他說 怎麼了 阻礙你幾分鐘 很阻礙你嗎 我說不是幾分鐘了 加上字尼過幾小時 他看下個鐘 蛤 過幾小時 他說我們沒有特別 再去講解其他事情 就問他 在那幾分鐘剛才你的睡覺 你有什麼得著 他第一句的答案 就告訴我 他要戒朱古力 因為他是一個軍醫 我們沒有跟他做各方面的營養分析 三個人為何他主動要上床 給我們做示範 原來他有一顆 藍乳花生這麼大的子宮肌瘤 他自己很多年了 但都沒有去處理 但又用不到其他特別的方法 但在做治療當中 他那幾分鐘 他就拿到這個靈感 這個覺悟 他這顆藍乳花生 就是跟他吃朱古力有關 他無論開心吃很多朱古力 不開心吃很多朱古力 他老公也是一個軍醫 但勸無可勸 戒無可戒 但是那幾分鐘 他自己繼續說 那幾分鐘他就做了這個決定 去戒了他的朱古力 但這個個案 我們縮短他講 他接著要回溫州 九個月之後 他寄回一張謝謝卡給我 他說 藍乳花生不見了 唯一一樣東西的改變 就是沒有吃到朱古力在他整個生活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講 那個治療的一個 一個濃縮的一個個案的分享 生命降生時 一位隨身醫生 就在我們身體裡按牙落後 體內的每一處器官 每一種分泌物 都是他信手捏來的好藥材 自動地進行康復治療 生活中小毛病 往往是不需要吃藥就能好 疑難達症自然痊癒的例子 也是很多的 這就是身體裡的神醫 在自行針斷開放配藥 為我們的治病保健康 這個治癒力呢 是與生俱來的 時刻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平常生活中 比如說感冒了 即使不吃藥 扛幾天呢 就會自然的康復 身上被化傷 撞傷 即使不用藥 幾個月後 也會自然痊癒 甚至呢 有一些癌症患者呀 也能奇蹟般的自我全益 這些呀 都是人體自癒力作用的表現 人體呢 藉助自身的自癒力 即使偶爾有 飲食不大 睡眠不足 環境改變 血液污染 負面情緒等等的影響啊 也是可以保持一種良好的狀態 而不生病的 這也是現代醫學追求的 治胃病的理想手段 是未來健康領域追求的最高目標 人體是一個組織嚴密 分工明確的智能工廠 昼夜不停的產生各種細胞 而每一個細胞的核內 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 這些擁有健康基因的細胞 作為預備菌存在 一旦發現身體局部出現病變 就會在大腦及經絡系統的指揮下 變成戰勝疾病的勇士 快速剷除變造細胞 取而代之 用這樣的體內自我配置的藥方來治病 即為人體自癒療法 大腦的養分是否充足 腦細胞是否活躍 經絡是否通常 決定自我診斷 自我修復能力的大小 打個比方 人體好比倒過來的大樹 而樹根就是起決定性的大腦 樹木的溶枯取決於樹根 當樹木出現尾黃 乾枯 生長不良時 通過適當的措施 激活樹根 樹木就會立刻自癒 患發勃勃生機 而人體也可以通過激活大腦 恢復身體自癒力 來防止各種疾病 在人體自癒力被發現之前 人們往往是通過藥物 來治療疾病 隨著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 環境污染的加劇 和不良生活習慣的衝擊 各種可怕的疾病 也隨之襲來 腦梗塞 腦中風 斷心病 心肌梗塞 哮喘 糖尿病 甚至是癌症 發病率 越來越高 讓人防不勝防 那麼傳統藥物療法 又存在哪些弊端呢 它又給患者 帶來怎樣的不幸呢 許多人在發病時 首先想到的就是去吃藥 當這些藥物 進入人體 發揮藥效的時候 人體自癒力 就受到了排斥和破壞 處於持續減弱或低迷狀態 久而久之 許多患者根本無法感覺到自癒力的存在 而對藥物產生依賴性 長期服藥產生的毒副作用 不僅嚴重損傷了患者的肝神功能 也大大削弱了人體的自我修復功能 血藏了自癒力 這樣患者失去了一道與生俱來的防禦屏障 只能接受藥物治療 後患無窮 據不完全統計 僅我國每年因為藥毒致死致殘的人數 超過三十萬 每年應購藥使家庭陷入貧困的患者人數 高達九十萬 一雙雙絕望的眼神 一張張痛苦而扭曲的臉 向我們訴說著病魔帶來的悲苦與痛楚 少吃藥不吃藥 依賴人體自癒力來治癒各種疾病 成為東京世界醫學最炙手可熱的研究方向 我想這個方法很好 又簡單又易做又不傷身又省力 省水省力 我想Dr.C真的要開班 教我們這些逃手治療法 還有哪裏 按下按下按下就完成了 非常好 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都學到一些逃手奴脊治療的手法 幫到大家 拜拜 拜拜 拜託 拜託 好 院長今天可以自己當model 然後有一位林子平醫師 他是特別從美國學習這一套 盧建谷療法 請他為大家示範 請他為大家示範 大家好 我是美国自然疗法医师林子平 好 林医师我们先跟大家说明 什么叫做颅剑骨疗法 颅剑骨疗法它的原理是 当我们的身体受到过多刺激的时候 身体会收缩来做保护 有时候这个刺激一过去 我们身体就应该恢复正常 但是有时候这个刺激实在是太大 我们的身体会记住这个刺激 一直在收缩 没有办法放松 好 我们马上来示范 是 那我们在做颅剑骨疗法的时候 有经验的受试者一开始 会用一些标准的手势来做评估 那我们会先去评估脚部的地方 那这个东西叫做广泛的一个评估 我们去感觉它身体释放出来的节律 这是第一个手势 那第二个我们常做的手势呢 就是会把整个头把它包覆起来 那这个手势是这样子做的 那这个我们在做这个手势的时候 就可以去评估头部20个骨头 20个骨头不同的一个节律这样子 对 那还有第三个我们常见的 颅剑疗法的手势呢 就是要把 OA plate 也就是我们的颈 我们的这个枕骨 还有第一颈椎的地方 把它做放松 这样子 那一般的治疗呢 有时候是60分钟到90分钟不等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是说简单的释放 释放这样子 那其实呢 除了这个还有一个叫做 解锁的一个动作 就是当我们用有经验的施術者 感觉到它的这边需要做调整的时候 这个动作就可能大一点 比较容易看到的这样子 我们就会拜这边 那主要是我们一直在接收病人 回馈的信号 不是我们有固定怎么样 所以说我们会依照个案 它身体送回来的信号 去给它做调整 那这个方向呢就有可能 各个方向都有可能 而且每一个人的状况 是不太一样的这样子 我们看到有一些疾病 可以接受这个颅剑骨疗法呢 像是中风脑性麻痹跟脑伤 消化不良 其中看到很多人都有的 脊椎侧弯 肩颈酸痛 也可以做您刚刚那个疗法吗 它的疗法其实所包罗万象 那一般是辅助主流医学以外 那主流医学可能病 我们个案去主流医学 经过很多治疗 它还是觉得没那么舒服 那有我们这一个 所谓可以抒压安神的 颅剑疗法就可以帮上了 还包含情绪失衡跟抒压安神 是 这个就是颅剑疗法 比较特别的地方 因为当我们在做评估 跟接收讯号的时候 我们会去跟病人 我们会去跟个案做 比较深层的交流 其实就有点像说 他的身体会去认我的技术 那我们需要达到一定的信赖度之后 他就有办法做这些情绪的 好 今天告诉大家 什么叫做颅剑骨疗法 我们也帮您准备了一张手板 是的 这个患者是躺在评众的 这个患者是躺在诊疗床上 治疗师是用双手拖着患部的头部 或者是双脚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张图的这个画面 那它原因是可以释放身体过度的收缩形态 减轻压力龙 让你的身体跟心理可以恢复正常 是的 颅剑骨疗法基本上是一位美国的医师 他发展出来的 他发觉说当我们人体受到刺激的时候 我们身体产生过度的收缩 那过度的收缩让你的肌肉关节组织 各方面没有办法释放 所以长期就容易在那个地方产生疾患 所以颅剑骨的方式就是透过手的一种手法 这手法可以放在头或者放在脚底 甚至是在各个关节处去释放 你本身长期累积的压力 那如果说以我们中医的角度 就是你气血不通 气血不通 对 气血不通 所以它有点类似像整脊 有一点像整脊的概念 不过它的手法是有特殊性的 所以跟我们经常讲的整脊不太一样 又不同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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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患者 Chuck 赵是 是在胸腿上的脏部结员 如果有一个发生的痕或是患者 享受病检情的感受 我会意试一下 感到着这个程度 以来再赫着连续绻痕 。 我们做出标题的事是 是肌痛的事 我们做生疗痕 以伊朱派的事 可以给生病检查 基于治疗病检查 去做生病检查 和限制的規格 我們不會給過多 因為如果我們順應 剛才那個治愈重生五步曲 我們感覺住他的筋骨的流動 去帶動他的身體的反應 那是他的身體做主導 不是我們的計算 所以不會過多的 他夠的話就不會take up 所以剛才你說做多久呢 任何一層洋蔥皮的釋放 都是一個好的自然的效果 在我們吾之頭吾之路 客人有吾之頭吾之路 原來Appleger說 這樣功效是20%大師級的門口 吃完! 我們的唱片 賛 bere器 我們學會我們的 我們的 exactly 我們 KP 如果我們希望 我們可以跟著或者 我們談rat 我們唱片 我們可以帶走 我們想要 空音樂 謝謝 謝謝